而一間龍年重頭戲廚戲夜圍爐 喬伊耀帶大家品嘗 五星飯店的星級年菜 包括了經典台味料理 主廚的新創菜色 澎湃的香龍現任年菜 跟著我們的鏡頭 帶您開箱 這一道道美味 新年到住宿的觀眾朋友 龍年行大運 好運旺旺來 那每年過年的重頭戲 就是這年夜飯圍爐 那今年又有什麼樣的新選擇 趕快帶大家一起嘗鮮 好的 今天我們來開箱這個星級的年菜 今年一樣我們請到這個高師傅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今年的菜色主題是什麼 今年我們會有交出一些新的菜 那是龍徽鮑魚大元寶 肉質非常的軟嫩 對 但是它不辣 它是軟的 就是會QQ的 對 很Q彈 然後是軟軟的 對 然後真的是不會說煮到有些 可能就是太久 你可以吃一塊筍絲 因為筍絲冷凍過 它的口感還是一樣 不會 就不會改變 搭配筍絲吃起來 口味更清爽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辣味肉麵方式 第二道 對 然後我們會升級了一些材料 在裡面或加入一些櫻花蝦 你們會覺得說為什麼 因為我們敢吃的話 是沒有櫻花蝦的 對 然後我們升級一些櫻花蝦 也比較有一點 台灣的原素的裡面 它是用蒸的 然後蒸完再去拌炒那些辣味 我們在包鍋之後再拌在一起 就是它的米飯搖起來的那個嚼勁 比起跟其他的 就是我們一般在外面吃到的 那個辣味飯 口感吃起來是 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樣 好 再來呢 這一道是這個過年家家夫婦必備的佛跳牆 這個是我們 常年評比的冠軍的佛跳牆 也是常勝軍的菜色的菜 你們剛才這個是花菇啊 海牛啊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佛跳牆裡面 就是可以吃到非常多種食材的進化 對對對 那今年我們特別加入 因為讓它的膠質會比較豐富 同樣這整鍋喝下去 養顏美容 對 各位觀眾 十幾個小時滿滿的精華 都在這一鍋 我們今年總共推出 食嘴管年菜外帶 那都是由我們的師傅 純手工現做 農民大甘 農軍情侵犯 品嘗完港式口味 五星年菜還有來K桑 越是菜色 星期年菜第二站 我們現在要來品嘗是 越是口味的年菜 那我們特別請到了 這麼年輕的阿凱師傅 來幫我們介紹 歡迎這邊 第一眼會讓人家看到的就是這個 球球 對 五彩 烏魚子 蝦球 它裡面是蝦球是不是 對 是我們港式蝦滑 那再包上我們的東港烏魚子 它那個烏魚子是包在 對 蝦裡面 是 蝦滑裡面 我們手打的蝦漿裡面 這個很驚豔耶 因為蝦漿裡面 還會包烏魚子第一次吃到 對 師傅是怎麼發想的 因為我們就是 月菜與台菜的融合嘛 那台菜在我們年節的時候 一定要吃東港的烏魚子 那我們要結合我們月菜菜系的料理 那我們就用港式的蝦滑 包上我們的烏魚子 那我們再沾上我們的五色油炸五果 然後下去酥炸 在我們廣東菜我們就會 過年節我們就會吃烤鴨 叉燒 那再搭配我們的牛舌 跟我們的包羅 那最後再用台菜與月菜元素的烏魚子 去做一個五彩蝦球這樣子 這跟我們以往月菜的蘿蔔糕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加了蘭嶼的魚卵 喔 這個蘿蔔糕沒有魚卵 對 然後還有日本明太子 那我們一起推這樣下去蒸之後 那口感它就咬起來 有沒有魚卵的不滋不滋的 在口中跳來跳去這樣 欸 很厲害耶 師傅 你把魚卵跟那個烏魚 就是海味都鎖進去了 鎖在裡面 好 那接下來這一道呢 想必也是不同凡響 看看這個雞的肚子裡面 就是這麼的厚實肥肥的 感覺也是塞了滿多好料 塞了十幾種料 喔 好 那我現在要開動了 好 等一下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靈魂的醬汁要淋上去 那我們就是用月菜的鮮賀神針 跟布袋雞做一個結合 裡面有月菜元素包生魚翅肚 那加上台灣在地的五花肉 和澎湖食具一起去蒸煮熬煮之後呢 塞到雞裡頭 那我們會打一個蠔黃汁 下去蒸三十分鐘 之後再打上這個靈魂的醬汁 那我們今天呢 介紹這麼多的新幾年才 其實讓大家在除夕的圍爐夜 多了更多的新選擇 那我們主播奧鬥中祝福大家 除夕樂風龍 圍爐賀龍眠